眼看前方就是国道出口 驾驶却杀不住车身打滑 只好赶紧往右擦转护栏 摩擦了100多公尺 现场冒出大量白烟非常惊险 车身严重扭曲变形 15根钢条全往前冲 旁边护栏也整片被撞烂 当时车上载的H型钢条 因为强烈撞击力道往前冲 直接刺穿驾驶座 阳性驾驶只差几公分 就会被钢条打爆头 电影《绝命终结战》情节 真实在国道上演 原来42岁阳性驾驶 从内力出发前往五谷送货 新京国道1号35公里泰山路段 遇上下坡路段车速突然过快 正当他想减速时 发现刹车失灵 前方又是出口处车潮众多 他只好把车往旁边开 自撞护栏来减慢车速 撞毁了127公尺的国道护栏 驾驶发现这个车速过快的时候 然后他因为急踩这个刹车 那由于这个大货车 他是踩气压式的刹车 那如果说蒙踩刹车的话 这个气压会不足 然后刹车就会失灵 虽然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但国道护栏严严重毁坏 驾驶恐怕要付起13万的赔偿金 索性命大鬼门关前走一遭 幸运减回一命 记者姚立强 徐玉杰新北市报道